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Steven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大纲 项目计划流程规范 第一个 我来说一下本节课我们要掌握的一些东西和本节课的一个目的 那本节课主要介绍外部开发在项目计划阶段的管理制度和规范 从而提高我们部门或者公司项目质量和管理水平 从而促进项目管理的科学化 规范化和法治化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点 项目计划的一个必要性和它的重要性 来看一下 项目计划本身是给别人来看的 而且往往是那些远没有你经验的人来看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项目计划 一方面我们本身要细致合理 然后通过争取更多的资源和时间 而且要让别人能用 从而保证我们接下来的工作能够有合理有序的进行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项目计划的一个流程规范 是非常有必要和有针对性的 好 看完了这个项目计划的必要性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做项目计划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我给大家分为了两点来去讲解这个点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要审定项目级别 发布项目章程 委派项目经理 在这一点里边 当我们接到一个新的项目以后 我们要对这个项目进行项目评审的一个级别 像我们公司的话 还有公司级别的 有部门级别的 还有一个小组级别的 那我们评审好了这个某一个项目的级别以后 我们要发布这个项目的一个章程 比如我们要规定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我们要委派这个项目的一个项目经理 我们通常要发布项目章程和委派项目经理 两者一起要发布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发布的项目章程 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主要包括对这个项目的一个描述 项目组的职责 包括组长职责和组员的职责 以及相应的处罚奖励权 这些东西是项目经理和他的总监 或者你们公司的老板一起进行开会 商讨决定的 也就是公司的一些高层来进行决定的一些东西 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章程的指导和约束 管理整个项目的一个运作 然后由项目经理牵头来制定这个项目管理章程 然后发送给总监或者是你这个公司的老板 然后让还有这个项目组参与人员 参与成员参与的全体成员 然后让他们都都去明白有这么一个东西的存在 然后我们要必须要遵 我们在接下来做干活的时候 我们要遵循这个项目章程指导的一些守折一些规范 好 这是这是第一点 审定项目这个级别 发布项目的章程 同时委派这个项目经理 好 我们来再看一下 第二点 在第一点的基础上 我们开始组建这个项目团队 召开内部的一个项目启动会议 一些细节吧 就是项目经理 有组建项目团队 每个项目在启动的时候 均需要举行项目启动会议 由项目经理组织召开 总监或者是颜面中心的一些老板 夜席参加或者派人去参加 总之要有高层的人去参加 让让领导知道我们去再去做这么一件 我们开始要做这么一个项目 要去做这么一件东西 那整个会议的议程 我们一般都包括一个 当然了就是项目的一个介绍 第二发起人对整个项目的一个描述 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需求 它的一个背景 项目的目标 或者我们要最终达到的一个目的 还有介绍一下项目的范围 角色和职责 同时对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和问题 进行下发相关的资料 那同样的参与的这些与会人员 我们应该进行一个详细的记录 方便日后我们形成专业的相关文 变考考察考证 在这个第二点里边 我们主要还是去召开这个内部的一个会议 我们去讨论去沟通去交流 接下来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一些问题 或者说一些一些东西 一些事情尽可能的在这个会议上 在这个内部启动会议上去讨论 有了前三前两个前 第三个阶段的一个准备 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我们来开始 第四个阶段 制定这个项目计划 分为这么几个点 口头约定 或者是在完成的时候 这边拉了一个小点 在完成的时候 编写成相关的专业文档 那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这个会议完成了以后 我们就要去编写相关的专业文档 这点 接下来的时候会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几个大的计划 项目风险管理计划 在这里边 项目风险管理计划 在整个的项目过程中 我们要把控或者说是预知 整个项目的存在的一个风险 通过风险的分析和管理 制定出我们项目实施的一个策略 加强项目的风险管理 从而有利于我们整个项目目的的一个实施 那在项目计划阶段 我们需要对各种风险做充分的分析和准备 这件事情主要还是由项目经理负责签头进行风险管理分析 并将最终无预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总结会总成表 然后发送给领导 还有这个项目组的全体参与人员 第二个我们要制定这个项目变更管理计划 那对于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变更 我们必须通过书面形式提交报告提报 那由项目经理批准后对整体项目调整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变更申请管理申请 由发起人提报项目经理保证支援部经理 这个变更管理计划也就是我上节课给大家讲到的 在项目需求管理方面 我们要做一个项目变更的一些管理的计划 那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同样要做好这方面的旅关工作 好 那第C就是说这个项目沟通管理的计划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开会 比如说比如像我们公司的话 我们小组的话就是每周五 每周五的下午 我们下午的时间去沟通 这个沟通计划主要包括决定 这个项目涉及人的信息和沟通需求 谁需要什么信息 什么时候需要 我怎么去获得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去讨论 比如说你编写一个接口 我怎么去获得 我怎么去调用你这个接口 我需要的一些信息是什么样的 什么获得 还有就是当前问题 当前的问题和讨论的出来的解决方案 一般是定于周四下午定时召开项目沟通会议 这些都是需要去做的一些东西 去统治放置在SN进行管理频道 有关SN的一些东西 我们会在整个四个阶段完成以后 会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 有关SN和 这个Gate的一些代码管理 根据的一些讲解和使用版 初步的讲解和使用版 好在这里我就不再多说了 好这个就是制定项目计划 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些东西 好同样 这就是本节课程我给大家需要讲的一些东西 就是在项目计划流程规范 我们需要讲的一些东西 通过这些东西的一些讲解和分析 希望大家编写成同样属于自己公司内部 或者部门内部的一个规范的计划流程规范的文档 好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在工作的过程中 用的一些规范的 计划流程规范的一个文档 同样我们这里边要有写 它变更记录 单本号时间 分析内容 分析原因 参与日 这样的话别人看的话会很清晰 一目了然 看上这个目录 这些东西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的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比较规范 比较看上去比较专业 项目计划 这样的话会 会增加的规范 好 再回到这个大纲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要讲的所需要讲的一些东西 然后准备课的目的 然后第二点我们讲了项目计划的一个必要性 然后还有这个项目计划我们前期准备的一些工作 第一点第二点 看一下 好 第四点就是制定最终制定我们这个项目计划 需要干准一些东西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 本节课的最后一个小点 课后作业 然后第一个 参考我给的这个项目 启动计划流程规范模板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写一份适合自己部门业务或者公司业务的一个计划流程规范文档 我希望同学们在课后的话尽量去编写 尽量的去写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终能够获得的一些比较干货的一些东西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我们下节项目设计方案的一些评审流程 规范 同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证真真的完成 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